好的,各位住在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还是上次给你们开箱P30的人 今天我们来看两款华为即将发布的新品 Nova 5 Pro和Nova 5i 首先,盒子上面的区别很明显 Nova 5 Pro它这个,你看,是会反光的 包括上面华为的logo Nova 5应该是一个打印上去的,没有任何特殊的处理 并且用的也是千元机 延续了Nova的一代 Nova的这个风格 没有用那个薄膜封这个盒子 那么这一台手机是一个6加128苏音蓝的版本 一个演示样机 演示样机呢 其实跟那个商用版本是基本上一样的了 只有系统上的区别,硬件上都是一样的 它和工程机呢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机子呢 今天到货的时候我就已经拆开看过了 但是我指的是拆封 并不是,嗯,你们懂的 然后 这个就是主体 咱们先来开个机吧 开机的那一瞬间呢 就已经体会到了那个转子马达的感觉 并且呢这个屏幕有一定的漏光 所以呢它是一个LCD的屏幕 因为现在我环境的光线比较暗 所以呢是很清楚的能看 能感觉到的这个LCD的感觉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内存有两个版本 6加128和8加128 LCD1080P全高清没有问题 处理器呢是麒麟710 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太理解 麒麟710你配个8G运行内存 有什么意思啊 其实来我们店里买的顾客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710好像多厉害的样子 其实呢它连小龙660都还有一定的距离 电池呢是一个4000毫安的电池 所以呢也导致它的这个机子呢 非常的厚 比Noah 4E呢 这是5Mb上一代Noah 4E 整整大了不止一圈 就是厚了不止一圈 屏幕呢是一个6.4英寸的 并且呢它这个边框是一个比较宽的边框 是属于华为的一个千元机的一个范围 所以呢 这款手机呢我个人估计的价格 6加128的可能在1999 8加128的可能在2299左右 估计这是个人的估计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摄像头 用的一个四摄啊 2400万的组摄 咱们来看一下参数 这里面也写的有啊 和Noah 4E比起来呢 它多了一个200万的微距镜头 个人认为呢就是来凑数的 没什么用 只是呢 各种参数啊 看起来还比较上档次 值得一提的是呢 它的充电器 5V2A 5V2A 没有问题 Noah 4E呢 其实是一个18瓦的速度 而这一款呢 仍然只有10瓦 现在这个光线不太好 知道它是10瓦就行了 啊 就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呢 仍然配的有啊 数据线一个啊 啊 华为的一个那个 那个 伴侣式的耳机 啊 对 这是最差的那一种啊 成本在十几块 就是我们竞价在十几块 成本可能会更低啊 就这个样子 啊 用的是那个EMUI9.1的系统啊 这个还是值得给好评的 其实可能你们不太了解 华为的EMUI8和EMUI9相差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系统流畅度啊 等你们真正体验到就会知道 相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同样的配置 嗯 嗯 其实说实话啊 这个手机如果卖到1999 肯定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只是确实这个充电啊 再怎么也得有个18瓦吧 对吧 其实这个问题呢 也不只是NOVA5i啊 啊 还有最近发布的那个麦芒8 也是这样同样的问题 啊 用的是5V2A 并且麦芒8的配置 跟畅想9s一毛一样 所有的所有 比如包括外壳材质 啊 屏幕大小处理器 反正你能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啊 麦芒8和畅想9s 我真的觉得 这两台手机就是同一个手机 只是不同的颜色而已 然后运行内存大了两个G 其他都是完全一样的 好的 那么 还有这个颜色啊 是个苏英兰的版本 但是这个苏英兰呢 跟NOVA4的苏英兰真的差了很多啊 就像那个P20的极光色 跟Mate20的极光色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好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先来把它关机 好 咱们再来看一下 华为的 NOVA5 Pro 啊 这款呢 也是华为 呃 呃 在NOVA系列上第一次使用那个塑料 那个薄膜啊 把盒子封了的这个 这个NOVA系列的手机 呃 我已经把它拆过了 所以说那个 薄膜我也已经扔了啊 并且呢 啊 还有盒子上面 就是 华为NOVA系列都是这个样子啊 一个封条而已 现在它 它NOVA5Pro是有一个那个薄膜给它封封着的 啊 我说什么来着 啊 算了 先开箱吧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版本啊 一个 8加128的版本啊 啊 名字叫做 颜色的名字叫做 奇境森林 啊 全网通版 演示样机 呃 演示样机呢 跟那个商用版本也是完全一样的 只有系统上的区别 啊 不要把它理解成工程机了啊 这个样子 这个颜色 其实呢 这个颜色呢 跟 跟那个华为Mate20的那个肥冷脆颜色比较接近 但是呢 纹理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 全镜面的那种啊 看着还是比较好看的 个人觉得比较好看 然后 哎呀我操 没事 然后咱们来啊 开个机 啊 开机的那一瞬间呢 就已经体验到了那种 转子马达的感觉 啊 这个屏幕呢 基本上是没有漏光的 因为它是OLED的显示屏 好的 已经开机了 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它的配件啊 啊 手机套啊 说明书保修卡啊 这些都不用看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充电器 一个 40瓦的充电器啊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10V 4A MAX啊 一个40瓦的充电器 那么目前呢 华为的 呃 支持40瓦充电的手机呢 目前只有两款 P30 Pro P30 Pro Mate 20 Pro 啊 还有这一款 Nova 5 Pro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款手机呢 可能是来 啊 对抗 小米 红米 啊 那个 KR0 Pro的 啊 是把一个 终端机啊 尽力的往一个旗舰的随准上面在做 并且呢 这个手机呢 第一手 这个感觉呢 是比较重的 比较厚实啊 但是他没有Nova 4后 哦不不 没有那个Nova 5i后 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啊 8G 8加128 8加256 啊 没有问题 啊 OLED 1080P全高清的屏幕 麒麟980 啊 8核梳理器 EMUI9.1 啊 后置呢 啊 跟那个Nova 4的高配版 呃 是一样的 但是多了一个微距镜头 呃 40瓦 啊 电池3500毫安 差不多 啊 没有问题 啊 是这样子 这个就不用看了 啊 它的这个后盖呢 基本上是没有弧度的 啊 和那个 这个 P20呢 是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啊 啊 然后这一款呢 是没有耳机孔的 但是5i是有的 这一款是没有的 并且呢 啊 这个频闪其实 不是多严重啊 不是很严重 就是这个样子 啊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这些 啊 如果各位有任何 其他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那个评论区 啊 给我留言 然后我看到我能回答的都会尽量回答的 那么就是这些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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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